國安民國九十四年開始 就做一組織工的團隊 去鎮膏 去掛斗 騎服務 這台專的鎮膏一般都只有這個效果 沒有就效果才有時間去服務 所以對這個鎮膏的掛斗的孩子來說 穩定的老師這問題也是存在 其實一台電腦的話是五個人共用一台這樣 所以他們變成說接觸的時間都不長 那他們接觸到的機會 幾乎可能就是在家裡 然後家裡父母可能也不懂 那他們就是玩遊戲而已 那不會去學到一些其他的 像文書之類的那些使用 檢查平衡和離島自順差別 到部位九十四年開始 組織一千控告對自順濟工團隊 其中學齡大學 也在兩千控制年開始 透過萬古離島下體身萬自民學生學院 對部份平衡和離島的小孩來說 有這些大學生的配搬很好 不過他們一樣 希望有穩定的老師 像藍書在中找過十次的台庫老師 都找不到人 平衡的老師不夠 部長張偉寧說要一部一部來改割 除了增加工費學生 檢查平衡台庫老師比如 也只能鼓勵老師 去掙腳掌握 不然只是一份套路 又是一份制約 記者 綜合報導 發生的一部來改善 我們已經在一部去 ,我們在一部去